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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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衍生出来的像数据监控 问题分析 系统诊断等一系列能力的统称 然后主要就分为日志指标和链路追踪三块 指标的话是记录一段时间内维度的一个量化信息 然后可以用来观察系统中某些状态和趋势 日志的话是记录程序中运行过程中的一些离散的事件 然后链路追踪的话其实就是记录一次请求从接收到处理完成整个生命周期的一个调用链路 那么OT的话其实是目前可观测性 其实已经基本上是现在可观测性的一个设施标准 它是一个可观测性的可观测框架和工具包 那么旨在去管理这个谣测数据 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链路追踪指标日志 重要的是OT提供了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标准 它是一个与厂商无关与供应商无关 与工具无关的一个一套标准 它这意味着呢可以和各个不同的这个可观测性的后端一起使用 包括像耶格普罗米丘斯 包括阿哈奇生态中的skywalking 一样的可以去接入到OT的一个标准中 然后主要的原则是以下两个 就你只需要你所生成的这个数据的话 只归属于你自己 而不会被任何的一个厂商或供应商去锁定 第二个的话你只需要去学习一套API和约定 那么可观测性在IM中有什么 有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和决色和重要性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样一个比较 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应用 它是当然是一个RAG应用 是基于Lemon Index的一个 那么用户问了一个问题 最后大模型回答到它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好不好呢 然后如果说是比如说我问大模型今天天气怎么样 然后大模型内部最后返回了一个结果是吧 今天是琴 然后这个结果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怎么去判断它呢 它大模型后面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也就是说这个结果有可能 你问了大模型一个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它会回答你琴 第二次问它可能回答你一个音 那么这个结果的话它其实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第二个的话是可能大家或者是说业内 比较关注的一个合规风险 你问了大模型一个问题 首先你的问题可能不合规 那么如何去规避 其次大模型回你的这个答案 也存在一个问题 也存在一些合规风险 比如说是泄露了一些像Token 或者是XSK这样的一些机密文件 那么这些如何去检测 第三个的话 这个Token消耗的详情不明确 它可能是特别是像RAG场景中 经过大模型之后 可能你简单的一个提问 最后经过整个RAG应用完了之后 最后最终去调这个OpenAI的时候 你这个Token数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问的问题会很简单 一个答案 比如说你想要去查询一个问题 你整个一句话Token数可能是很少 这个最后你的整个花费变大了 那为什么呢 那可能是因为你输入的问题 经过这个Retrieve回溯之后 从那个限量数据库中 检索出了更多的内容 结合你的原始一个输入和Complet 那么给到大模型的 实际的这个Promoter 其实已经变了 那么其实这就是第三个 Token消耗详情不明确 成本控制的问题 这个的话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IM应用的一个复杂性 当加入了这个RAG应用之后的话 我们整个的这个应用架构可能会变成这样的 一个应用请求过来之后 从前端经过这个后端的一个键权 在经过后面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应用 最后大模型进行了一套复杂的这个流程 那么如果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 如何去排排他的问题呢 比如说问了大模型一个问题 那么大模型回你的一个答案是 你好 现在大模型暂时无话回答你的问题 那么背后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这就需要去可观测性去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检查 然后定位等等的 第三个的话是 你不动吗 这没变了吗 第四一个 应该第四一个的话 大模型应用和我们传统的这个Web服务应用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其实传统的这个Web服务应用的话 主要关注的就是应用的这个环境三指标 请求错误数还有延时等 在大模型领域的话 可能我们更加关心的是 当然应用的性能呢 也会去关心它上下游啊 然后异常啊之类的 那么其实更重要的其他的一些内容呢 像模型的这个效果 比如说这个输入输出 还有这个response 是否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 那么最终是否大模型是否出现幻觉 大模型幻觉的话 其实就是 它不按我们的这个预设的内容去回答 也就是说大模型在胡说八道 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么包括Rag应用的召回分析是怎么样的 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到的成本 成本可能是现在大家也比较关心的 就是也是影响到大模型 为什么应用落地囊等等的一些问题 然后第四个的话 像产品那个场景分析 领域化的这个调用链分析 试图 然后可能是可能和那个 就关注点和传统的这个Ig不一样 对就是说如何通过一个trace的这个trace view 然后更直观地去观察到我们大模型应用整体的一个效果呢 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关注点 那么下面的话我会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 我们阿里宁在大模型应用可观测中的一些落地的一些实践 首先的话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目前其实现在我们是支持使用这个Python AM SDK 还有这个Python Agent两种方式去接入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应用可观测性 那么这个Python AM SDK的话目前已经上线了 然后大概是在本月初上线的 然后使用的方式的话就是还是需要用户去下载我们的SDK 然后只需要去更改比较少的一个代码 可能也就是那么三到五行的一个代码 那么就可以让您的大模型应用拥有整个这个可观测性的能力 基本的一个流程的话是就通过Python SDK去接入 接入完了之后会上报到我们这边的一个getaway的后端 后端的话进行数据处理之后 分别的存储这个trace 然后metrics等等的一些内容 那么当然呢大概是八月底的话 我们会上线我们这个Python Agent Python Agent也就是Python探真 Python单身的话是属于一个无侵入接入的一个方式 就是您不需要去更改您所有的这个代码 当然是Python的代码 然后只需要那个下载我们的Python Agent Python探真 然后通过Python单身去拉起您的这个应用 比如说原来的原来启动应用的方式可能是Python man.py 那么现在的话可能就在前面加上一个阿里云 Python Agent 然后后面再接上这个你的man.py 这样的话您的这个应用就可以拥有整个的可观测性的能力了 然后包括应用层的那个能力 比如说您用的fastapi的或者是其他简单的这个请求的一个 这个Python服务端的一个框架 那么一个请求过来之后它是如何去调到大模型的 然后整体的这个rag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也可以去去观测到 通过这个Python探真的方式的话是不需要用户去更改任何的代码的 对 这个我们自研的一个Python探真的话 当然是基于OpenTelemetry这个框架来自研的一个探真的话 拥有以下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架构是这样的 那么底座的话是基于这个OpenTelemetry这个底座 那上层的话支持了我们最开始提到的传统的这个应用监控的那个能力 包括这个性能监测还有这个大模型相关的这个能力 然后上层最后处理完成之后会透出我们的Trace Metrics 然后包括Profiling 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应用可观测的这个能力 目前我们支持的一个框架的话 像LamaIndex Launcher OpenAI 然后通议签问就是内部的包括这个微软这边出的这个Promot Floor 也将于8月份上线 同时的话这个是我们这个SDK支持的框架 如果您内部有这个自己自研的一个IG的框架的话 也可以使用我们手动买点的方式 然后把你的Trace报到阿里云的一个后端 对 然后阿里云的这个阿里云自研的这个Python当中相比开源来说 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呢 首先的话相比开源的探针的话 我们探针的话会提供更加丰富的一个指标 然后数据链路包括CFOC的一些能力 还有包括后续可能还会加上一些评估的一些能力 同时的话整个Python Agent的话 还会提供一个像自监控的一些能力 然后去保证您的这个应用 不会因为我们的探针然后受到影响 同时的话性能上也会相比开源的一个探针 会有更好的一个性能 对 下面的话是说Python Agent 这个使用Python Agent来观测整个AM应用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我们以这个lamaindex 刚刚那个刘老师所说的这个lamaindex为例 然后其实用户输入一个这个query的query过来之后 我们会对query进行一个买点 那采集它原始的这个query的这个context 包括这个实验等等的一些信息 那么最后交给大模型之后呢 它可能会进行一个后面的召回 召回的这个过程 然后从包括是从这个数据化的这个database 还是非数据化的这个document 包括这个tools来进行召回的话 我们这边都会进行一些记录 其实记录完成之后的话 那可能我们也知道 这个整个RAG的一个应用的话 可以说是用户的一个query 接合召回回来的一个内容 拼接最后拼接完成一个完整的 新的一个promoter 然后最后输给大模型 大模型回到一个 回答用户一个这个问题 对 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刚刚那个刘老师提到的这个 他们的那个框架 可能就是减轻了 基于LamaIndex的一个回溯数据库的 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它其实减少开发的流程 那同时那我们知道 不可避免的就会增大这个运维的一个流程 那么当然我们后续可能也会支持他们 这样的话 后续他们经过他们那个框架 比如说它对它那个服务 或者是它那个中间键 在这个地方 然后回溯数据 它最后掉的具体是哪一个数据库 然后性能怎么样 那么我们也会捞到 就是从这一方面的话 也减轻了他们那边的一个运维成本 对 可能会更好的推进整个事情的一个发展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个 这个我们的一个最佳实践吧 给应用展示 这块的话是我们这边搭的一个 这个简单的大木型聊天的一个 Chat的应用 对 可能就是我这边 比如说问了大木型一个 请简述一下 AIGC的一个内容 那么大木型当然就回悟了 然后AIGC是什么样子的一些东西 那么它背后是进行 那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流程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通过这样 那么几行代码 其实就可以把整个这个应用光测起来了 首先的话是把我们这个 阿里云的Information下载下去 然后在您的这个所有的代码前面 比如说你的慢函数 启动函数之前 把这一段代码加进去 其实 其实 呃 与我们这个应用买点相关的 就只有这一行代码 上面的话其实是 OT的一个数据上报的一个流程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如果您之前 已经接入了OT的标准 那么这块代码 其实就已经不用加了 只需要加这一行代码 您的应用就可以 拥有完整的一个观测性 呃 对 那么 接入这行应用之后 然后我再来问大木型看 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那其实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完整的 基于大木型的一个要用链分析 呃 可以看到最开始 呃 我问大木型的一个 包括模板 就template formote template 那么在这里就可以展示出来 然后呃 详情 模板的一些参数 在这边就可以展示出来 最后 得到的一个答案也可以展示出来 然后包括input message 然后呃 等等的一些信息 那可能之后的话 在这块还会加上我们一些评估的一些指标 也会显示在整个要用链里面 呃 呃 包括对这个retrieve过程的一个评估 包括最终结果的一个评估 还有embeding 性能的一个评估等等 呃 呃 这个是对应的一个指标啊 就是说你本次调用 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呃 呃 调用了 看它最终的话 调了大木型多少次 然后大木型最终的一个延时呀 然后呃 呃 它的一个token消耗等等 那之后的话 这个token消耗的话 可能对大家来说没有太多的体感 那可能之后会呃 给出一个具体的价格 就比如说在这么多次的一个大木型调用后 你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那么这块也会给大家一个展示 对 呃 后续后续 接下来的话讲一下我们后续的一些规划和计划吧 呃 可能那现在这一期的话没有加上这个 只有简单的呃 其实还是应用光测的一些指标 只不过加上了一些特性 那么到后期的话 我们可能会加上呃 对大木型的一些应用评估 比如说你整个quire过来之后 会呃 quire过来之后 然后对这个制数库进行一个呃 呃 召回 召回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那我们这块可能 呃会提供一个呃 评估的一个callbacks 这callbacks呢 可能可以用我们自己本身 呃提供的一个评估的能力 那么用户也可以自己 自定义的一个评估 然后自定义一个评估的方法 那么最终 也会展示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上 呃 包括最后 那个那个召回回来之后 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 这个输给大木型之后 这个结果对不对呢 也会一样的 提供一个这个 评估的一个callback函数 给到呃 给到开发者 他自己可以去定义这个评估 呃 第二一个的话是可能 呃 可能是之后的一些 那么我们呃 呃 传统的这个微服务应用的这个top的话 可能是这样子的 那一个正常的一个呃 呃 应用A 它可能掉了B 掉掉了应用C 然后D 掉了应用B 那么都去依赖了这个redis啊 然后MyCircle 这样的一个呃 一个一个top 就应用top 这个是微服务的常情 那么 针对这个大模型的应用有可能有哪些不同呢 呃 呃 呃 可能是呃 刚刚提到的一个呃 一个合规风险 因为又为了规避和合规风险的话 可能我们的整个应用架构会变成这样子的 因为用户输入之后 可能会先经过一个这个合规 合规风险的一个评估器 呃 这个这个评估过完之后的话 最终输给大模型A 那么大模型呢 可能会进行一个模型之间的编排 那模型A可能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一个大模型 比如说是呃 我们说的GPT4O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这个COO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编排的 那么一些简单的任务划分之后的话 可能就会编排给下面的一些能力比较小的一些模型 去做对应的事情 那么整个应用拓谱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子的 就是由一个微服务的应用拓谱 转变成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应用拓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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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主要今天的一个介绍就是这样 这个是我这边的一个 这是我的钉钉 呃 然后这个是我的这个这个证人微信 大家可以咨询我 然后拥有 呃 比如说我自己自定义的一个框架也可以接到这个Agent里面 你自定义的框架就是你整个商店的这个RIG的这个过程吗 对对对对 就这RIG flow可能是我自己写的一个那个flow的流程 呃 呃 这个的话可能可能还是需要你改一下代码 因为那个你整个自定义的这个框架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估它的这个行为 那当然了 接入Agent之后就是它原始的能力你是可以保留的 那可能我们这个这个地方也提供了对应的这个 哎 我走一下 也提供了这样一个SDK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去 我们有一个手动买点的一些很简单的几个接口 然后你通过调我们的接口去自己去买点 对RIG不同的过程 包括呃 欠或者是呃 或者是这个Agent的模式啊 或者是你到评估Inventing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自行去买点填入你对应的一些参数 那么它就会和你之前的一些能力传在一起 对 所以我们Agent的这种模式 我们是支持了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几个框架 啊对对对 主要还是支持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框架 啊OKOK 对像Lanchen然后LamaIndex这两个 然后包括一些基本的 那当然了如果你们自己后面调用了这个OpenEye的这个接口的话 我们也是天然支持的 对OKOK 对好谢谢 没事 啊 谢谢那这块就是呃 呃我们其实主要就是把推理这部分给trace出来了对吧 就是训练那部分目前不能观测是吧 训练模式 您您意思是对这个GPU的profiling这块了是吧 就是那个训练的时候那个整个训练大模型不是用GPU训练模式 这块我看感觉是推理部分 啊对对对 整个的trace过程 啊对对对 今天介绍的内容呢主要还是针对应用层的一些 就是大模型应用上面的 您说的这个推理过程呢我们目前也在进行一些研究 对可能后续的话也看大家的一些一些一些反馈 用户反馈说需不需要这个能力 如果大部分的用户呢都可能需要这样的能力的话 我们后续也会支持上 也就是说整个profiling过程然后会加上这个 就整个trace调用会关联到那个GPU的profiling这个过程 对GPU那部分 对对对 还有训练那部分如果也能trace的话 那可能会对学习理解这个过程比较有帮助 啊对对对 您可以加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后续的话 后续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详细的去聊这个东西 对好好好